嗯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嗯 今天就 再找個時間來 幫大家稍微 沾一下這些牌吧 嗯 這四組 看大家要選 哪一組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嗯 還是那一句話喔 憑您內心 最深刻的直覺 然後 嗯 把您的意念放到 虛空當中 想虛空 然後 相信 命運掌握在 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無論我們現在 處於一個 怎麼樣迷茫的處境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一起來 詢問虛空 詢問山川大地 相信他可以給我們答案 所以您的意念呢 要放在虛空 然後就想說 看看呢 他可以給我一些 什麼樣的訊息 什麼樣的訊息 然後聽你們自己想聽的 你們會有你們的直覺去 去找到自己的解答 然後 這只是 這一切的形式 都只是一個 簡簡單單的一個 化現一個指引而已 它是天使 它是虛空 它是宇宙 給咱們的答案 如果沒想好了 就自己暫停吧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那 我們現在 從第一組開始 那個 不想看擺牌的 自己跳過去 我沒辦法那麼快 先 先給你們看 主牌卡 第一組的主牌卡 嗯 畫面空間不夠大 所以我就 重複的講 那個 解智牌 然後 審判牌 還有 死神 跟 世界牌 還有 還有 這個 月亮 嗯 也許您現在 生命當中 發生的事情 蠻多的喔 但是 因為有一個 世界牌 所以 它就是一個 整合的狀態 然後 應該還是會有一些完成 有一種 成功完成 有一種 整合成就 投入 實現 完成的那種 感覺 所以 應該還是 走在 您現在要走的 道路上的是 沒有錯 然後呢 因為有個月亮牌 所以其實您 還是 有一些迷惘喔 有一些迷惑 然後 有一些想像 然後 有一些恐懼 跟幻覺 然後您是千萬要把這些迷惘喔 這些恐懼幻覺 變成 您的渴望 跟您的直覺 還有 您的動見喔 嗯 就是 月亮其實就是一個無名啦 是一種恐懼 然後您要把他給釋放 把他 附向導成正向 然後 這個死神的意思是 可能之前 有發現一些 終結 一些 結束 然後一些 你真的必須要去放下 跟釋放掉的東西 嗯 你才有辦法繼續向前走 這就是告訴你說要放下 就前面的終結 然後 然後 在死神之前呢 卻是一個審判 那就剛剛好對應到啦 這個 Judgment的審判 它就是 這兩個互相的嘛 它 它是從 你必須去重生嘛 去呼應你內在的召喚 然後 去超越那個幻想 才有辦法去回顧沉思 然後就 就把這些迷惘給放下 然後 再 再繼續向前走 走那個 世界 去完成你要完成的事 然後 然後 但是 應該還是沒什麼大問題 因為 您有一個結智牌 結智牌就是代表 平衡的還蠻好的 還整合的還蠻好的 也挺有耐心的 然後 可以走向雙銀之道 所以呢 你就把你內心的那個月亮 那個恐懼那一份無名給照顧好 以佛法來講 它叫無名啦 就是月亮 要把恐懼變成直覺 然後去接受 之前所做所謂的審判 然後 可以放下的就去放下 反正您也平衡的挺好的 然後就可以去完成一些事情 然後看看您的周圍補充的 那些牌翼喔 這個是主要發生的生命事件 這個是一些 比較小的一些情況 看一下喔 錢幣5 可能 如果以財務來講的話 錢幣5是比較艱困啊 嗯 以健康來講的話 他可能狀況沒那麼好 你看這個人嘛 他感覺上比較窮嘛 然後 以一種 以投資還是以互相之間的關係來講 他是指一種被拒絕嗎 嗯 但沒有關係 因為您還有一個錢幣6 就是 您周遭多少還是會有一些資源知識跟力量 嗯 他有那種 嗯 有一點點第一桶金的味道 但是您要去 去團結 才可以去達到他 然後 有一個聖杯二 這個可能 這是一個小張的感情牌 聖杯二是代表 嗯 比較 也是一個還不錯的感情 就是不錯的情感的緣分 但是他是沒有愛人牌那麼直接 那麼強烈那麼大的緣分 他是一個比較小的愛情的緣分 所以您現在身邊可能 還是有一些小小的友誼 然後 他是互相欣賞 互相吸引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那個關係 有自己的連結 就互相之間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還是有的 要 又或者是說 您經過了一個階段 因為您前面有死神 有審判嘛 然後 您要放下了 然後要過去 要休戰了 這個也是聖杯二的意思 然後還有一個 權戰國王 權戰國王 恩 他就是 他就是 比較一個 英勇無畏的 比較有魅力的 然後很有行動力的 一個比較強而有力的一個創造者的那個意圖 所以 您還是有這個力量的 然後 然後 也有一個 權杖騎士 所以 他 不只 不只有那種 激勵人心 具創造力的這個國王的特質 您還有那個 熱心的 自信的 勇敢的 您這種 那種 往前的那種衝勁喔 您國王的 世衛的 您都拿到了 所以 在這方面 應該 還是可以 蠻向前走的 因為 您那個 衝力是挺足的 嗯 權杖騎士嗎 雖然權杖騎士他有一點 有的時候會有點 急躁 有點進不下來 有點有勇無謀 有點傲慢 有點膚淺 這是權杖騎士 可是因為 你有一個權杖國王 應該這些東西 那些很強烈的那些 比較強烈的這些 就可以 被這個創造的力量給覆蓋 你要把它轉化掉 然後 將您其他的 像聖貝爾的這種 比較小的 緣分的愛情的關係 然後 還是您在 金錢上面的 需要去 去 去團結 去 去想辦法 去 嗯 去找資源 然後去突破這一個 比較艱困的這個處境 如果您要這樣的話 您就是您權杖國王的那個力量 要找出來 嗯 那當然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您有一個節制牌 那再看看其他 天使的牌卡給您什麼東西 這個就 臨時抽了 因為這個 這種 這種東西基本上它是 您的因緣啦 您的緣分 如果您 對您有用的話 那就是 也是宇宙在那個時刻 要告訴你這一些嘛 啊 我就只是一個方 溫柔 欸 很合喔 大天使聖德芬說 在此時要非常溫柔的 對待自己 讓自己圍繞在溫柔的人 情況與環境之中 是啊 都已經是有一點艱困了 生命中有那麼多 大象的事件來 你這不對你自己溫柔 恐怕撐不住喔 嗯 所以 先放輕鬆 然後 發揮您權杖國王的那一種 激勵跟創造力 然後後續有什麼問題再說 然後 再抽一張 天使的那個 預示卡 您就想一個 嗯 比較簡單的 您想問的相關的問題 然後看看 這個 這個是給什麼 因為這個答案會很簡單 這組的牌卡答案很簡單 在近幾個禮拜以內 或許過一陣子狀況就會好一點了 近幾個禮拜以內 再看看 待會兒 再看看 這個 夢境卡給你什麼 聖帝國度卡 宇宙 哦 創造力 對呀 浩瀚無限 沒錯 您就溫柔的對待自己啊 把心靜下來 然後 詢問宇宙 發揮您的 創造力 這張是創造力 您的創造力 這是內心的 這是行動的 把那個創造力 給激發出來 這樣子也許 您的困難 財務經濟上的一時的困難 也許他就可以過去了 就不會這麼 嗯 這麼 過 我 看看獨小獸跟您說什麼 天使跟您說溫柔的對待自己 看看獨小獸跟您說什麼 好 看看獨小獸 跳出來兩張 欸三張 那就三張吧 待會我整理一下 你不需要跟別人一樣 如你所示就是完美的 與眾不同沒有問題 哦 太棒了 是啊 你這如果 你在那邊卡住那個 找不到資源 還是什麼 對啊 你不需要跟別人一樣啊 然後 保持好奇心 一開始 一個與好奇的事物有關的計劃 如果要找資源的話 一定要保持好奇心 還有這張好有意思哦 運動啊 散步 跑步 運動 游泳 或用其他的方式 運動您的身體 這會賦予你更多的能量 與快樂哦 是啊 沒錯啊 啊 感恩天使 感恩宇宙 希望這些對你有幫助了 那這組牌就沾到這裡 恩 祝福大家 拜拜 然後看第二組了 這一組 我想聽一下音樂 給我一點時間哦 因為每一組的那個狀態 要過渡一下 我想再聽一下音樂 沒有聽音樂 不能沾 哦 在音樂 就像是一組兒 一個小小人 可以先通知 我聽到 一組兒 看一組兒 我聽到 先聽到 我可以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